今年迈入第11年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 受到疫情的影响活动延期 县福也决定今年不再邀请国外的飞行员以及热气球 全部由国家队支撑活动 预计将会有9到11颗的热气球参与 飞行员们最近也不敢松懈 持续进行操练 希望在未来带给民众欢乐与希望 连晨5点多左右 关山汽水公园内 就可以看见热气球的工作团队 早就枕装待命 一边将空气冲进热气球内 再喷上火热的气体 顺利完成力球的工作 并在一系列的安全检查后顺利升空 今年迈入第11年的台东热气球嘉年华活动 去年突破的纪录 吸引了超过百万人次入场参观 但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无法如期在暑假7月初开幕 再加上三级警戒一言再言 也让活动计划整个打乱 而目前也确定只有本土飞行员 担刚所有的活动表演 飞行员们也是抓紧时间进行操演 我们目前就是维持山椅的规定 就是户外食人籍 所以我们就是目前都出一颗球 在做例行训练这样 还是要保持自己的热度啦 就是做例行训练 我们有规定就是 每90天要有三次的气象 这次听说都是我们国家队了吗 目前规划是这样 没有办法跟那些外国选手 外国的那些朋友一起玩热气球的感觉 会不会觉得有点失望 有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失望 还是希望他们过来 但是今年不太可能了是不是 对今年不可能 而飞行员表示 对于不能跟国外的热气球飞行员一同飞行 感到遗憾 但也认为还是以防疫优先 大家非常的有信心 会让活动继续热起来 如果疫情有趋缓的话 就可以考虑可以办啦 对我的想法是这样 至少要降到二级啦 就是上次疫情降到二级之后 可能会比较适合办热气球这样 如果说最坏的情况 就是说用直播的没有客 没有游客的话 您觉得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 至少把大家的技术面展现出来啦 虽然目前热气球是否举办 支持与反对的声音都有 而县长劳庆林也表示 不会为了活动而办活动 团队会依照疫情的变化 做好各种的配套措施 同时也不排除 只以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 就是要让大家在疫情当中 能够感受到热气球所带来的快乐以及感动 记者陈基林 关山正报导